小白 小白 这小白闻到了什么 一只鸭子 这里死了一只鸭子 刚才这个小白一过来 然后就朝这个地方跑过来了 你闻到了是吧 闻到了鸭肉是吧 这怎么死呢 哎呀 这地上还有好多毛 是不是被什么咬死的 我也估计是被什么咬死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脖子这个地方 这一个伤口 估计别的地方还有伤口 这个背上 有一个好大的伤口 小白你想吃吃鸭肉是吧 是不是被你咬死的 是不是被你咬死的 啊小白 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伤口 一个这么大的洞 大家看一下 先把这些鸭子给伺候好 这是米糠啊 这每次来鱼团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鸭子为这个米糠吃 豆腐吃完了 今天下午要扛个豆腐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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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子 还有五棵树苗 把这个树苗栽下去 在今天上午干满 小白子 这提巴上面要种几个桃树 这以后桃花生开的时候 这人还没到 首先看到的就是桃花 还是挺漂亮的 然后这提巴这边 咱们把这个桃树放在这 把这桃树种下去 这第一棵桃树种好了 第二棵树再种一棵树 这买了两棵梨子树 一棵梨子树种在那上面 还有一棵就种在这个地方 三年后就有好多水果吃了 现在这提巴上面的果树也种好了 这还差梨树 改天去他那边买一点梨树过来 然后也种在这个提巴上面 这个提巴以后开花的时候特别好看 还有板栗树 板栗树也种在上面去 现在回家了 小白 帮我回家 小白 这能咬啊 这不能咬啊 这个鸭子被什么给咬死了 然后现在把它煮熟来 给小白吃 小白这个以后你知道不能咬 咬一咬一点这个银河 这路上好多 都是一些山群枝 大家看 这么多 现在把这个火给人家着 现在开始烧水拔毛了 然后来这个鱼塘 你要老实点哈 不准追鸡追鸭 你老实追鸡追鸡追鸭 我以为这只鸭子是你咬死的 你知道吧 以后我看见你咬死的鸡 咬死的鸭 你的命也到了 听见没有 就在这边乖乖的 这罩牌里面有一个鸡蛋 把它夹出来 不然呢 我等我弄熟了 谢谢 一个鸡蛋 放掉 现在这个水啊 已经烧开了 把它盛住了 这个鸭子 要泡一下 小白 小心哈 好烫哈 开水哈 烫到的 不要怪我 好烫哈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鸭子的毛 已经拔掉了 洗干净了 这个头还有屁股就不要 小白 头和屁股你就不吃哈 还有肚子里面的内脏 也不给它吃 现在要把这只鸭子煮熟了 现在这只鸭子差不多熟了 哦 要把它切成块呀 切成块呀 牙翅膀哈 你叼走是吧 你 小白 你还叼走啊 这个肉切大了 吃了半天都没吃下去 这把这个肉切小块一点 然后今天就把这两个鸭腿给它 吃多 这些它也吃不完 吃两个鸭腿就给它 今天就给这个两个鸭腿给你吃哈 你别走啊 你 就在这吃啊 我帮你切小 小白知道吧 这个是你的新家 知道吧 以后你就住在这边 不要叼走 就在这边吃 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多好啊 小白 最后一块肉了哈 两只鸭腿啊 就被他吃完了 来来来 最后一块哈 现在吃完了 其他的鸭肉就留给他明天再吃了 小白早回家 小白 小白没有了回家过来 快 走 大家好 今天 来把昨天种的树苗 椒下树 然后这一棵树苗是桃树 这是我们去年种的 然后种在这个 铁坡上面 去年上半年我们这边一直在下雨 这个水到这个地方来了 好多桃树都淹死了 然后唯一存活了这一棵 现在这一棵要把它移走 然后下面还有三棵也存活了 桃花岛这边就活了这一棵 这一棵桃树 要移走 移到别的地方去 去年在桃花岛这边住呢 这一棵桃树 就活了这一棵 然后今年又种了几棵 把这棵移走 这棵桃树种在上面去 这一棵桃树 这棵桃树 就种在这个地方 现在桃树已经种好了 给它们浇一点水 三棵桃树 三年后就可以 三年后就有桃子吃了 三年后就可以 三年后就有桃子吃了 桃树 结架 结构 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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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真是 一棵桃树 也 是 也是 完全不是 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现在这个果树苗 这个水都浇好了 过一段时间就要开始吃肥的 现在下去给这个鸡鸭 喂点稻骨 然后就回家